这绝对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 外星怪物入侵地球 杀死了95%的人类 幸存下来的人团结作战 经过57年的战斗 终于用坦克的武器打下一片净土 为了延续人类文明 国家组建了军队 成为保卫人类最后的防线 他们修建地堡 地狱怪物的入侵 在地堡周围建立邵塔 防御怪物的行动 同时收留地堡的流量者 邵塔需要士兵轮流驻守100天 这天小白接到命令 驻守邵塔100天 小白刚到目的地 就被空中的乌鸦吓了一跳 眼前的邵塔大约20米高 他躲下笨重的头盔 来到邵塔顶部的工作区 撕破手指 换行中央控制台 检查设备是否能够运转 幸运的是一切正常 顺着梯子下到生活区 这里储存着食物和日用品 邵塔内部还有通道 通道尽头摆放着床 这里是休息区 小白转了一圈后 发现邵塔空无一人 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小白向长官汇报 没有邵宾和他交接 长官告诉他不用担心 先前的邵宾已经撤离 他是紧急征召过来的 做好几个分内室就行 小白自信地表示没有问题 到几时100天 邵塔生活开始 早上 小白被电子音叫醒 挂在栏杆上做洋梦起坐 这风景真的没得说 运动过后 小白坐在中央工事台前 见杂志样头 看外面有没有异样 进行每天的巡逻工作 然后将邵塔情况 汇报给长官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小白拿出罐头 美美的大吃一顿 闲暇时 还能来至香烟 在之后的每天 小白重复着同样的事 然而 刚过了13天 就出事了 下面让伯言讲讲 小白从通讯器里面得知 有一批怪物 袭击了10公里外的烧塔 所有哨兵无一幸存 这一消息顿时吓坏了小白 他赶紧回到控制台 系统提示 这防御圈蛮好 小白这也才放下心来 谁知刚刚松了一口气 小白就在监控中发现 有什么东西在动 他连忙向长官汇报 长官就跟他说呢 并未检测到任何怪物 这是小白开始的疑神疑鬼 于是 他抓了一只老鼠 缓解紧张的心情 小白给这位新伙伴 取名为杰瑞 每天呢跟他聊天 还会把自己的事物分给他 倒计时来到71天 小白顿时发现 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坏了 他是全副武装的外出查看 四周都是冒昧的树林 地面上面也堆满落叶 小白走进了树林深处 发现这只是电池坏了 而在更换了电池之后呢 摄像头也重新开始了工作 然而就在小白离开的时候 听到远处传来一只嘶吼 他谨慎地上去查看 发现一只乌鸦 被顶在了树干上 上面还挂着一枚 军用的身份牌 小白翻过身份牌一看 这上面写的 正是上任少兵的名字 小白将见到的一切 全部上报给了长官 询问上任少兵 为何撤离 长官只能告诉小白呢 他只是生病 被调回去了 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 说完还不忘提醒小白 我们只需要你专注于你的任务 知道吗 小白对长官说的话 神性不移的 倒计时六十五天 小白外出巡逻时 再次听到嘶吼声 他赶忙举起了枪 突然 这镜头里出现了怪物 体型巨大 身体就像是由 无数数只缠绕而成的 小白上前追起 怪物却顿时消失得 无影无踪 小白赶紧汇报 发现了怪物 长官却顿时说呢 总部并没有发现 他看见的 可能只是某种动物罢了 他让小白不要担心 每次都是同样的话术 小白第一次产生的动药 他不再无条件 相信长官说的话 决定自己寻找 身份白的秘密 小白是来到哨塔内部 发现了地上拖痕 他沿拖痕 搬开了植物架 看到了墙上面的血迹 这时 小白撇进了一个摄像头 方向正对了这里 他把录像调出 但是却没法访问 小白砸了前任哨边的植物柜 发现了一本画册 刚开始 这画面是正常的 记录的正是哨兵的所见所闻 但是越往后翻 这画面逐渐凌乱 这时 小白注意到了一幅特殊的话 两个哨塔紧紧地挨在了一起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小白按照指示 去寻找周围的哨塔 谁知 小白刚靠近防御权的边界 就收到 禁止离开的警告 他的小腿被安装了定位器 一旦离开 就会腿脚抽筋 小白爬到了树上 用身份牌的反光 提醒对面的哨兵 可是这距离太远了 哨兵根本就看不见 小白回到了哨塔里面 继续扫描之前录像文件 谁知呢 就在关键时刻 竟然停电了 通过摄像头的反光 小白看见了怪物的身影 他吓得赶紧回头看了一下 打开了探照灯 扫射一圈之后 并没有发现怪物 又拿起来的枪向外追去 小白向空中发射了掌明弹 但是依然没有发现怪物的踪迹 只看到了一只手上的小鸟 小白无比的惊狂啊 他立马向长官寻求起了帮助 说哨塔有怪物进 长官顿时觉得 这不可能 他会派围修工去解决 哨塔断电的问题 小白要保持高度警惕 这些话并没有安慰到他 停电丢失资料 长官闪烁其词 小白顿时觉得 这一定有什么瞒着他 倒计时来了39天 小白日常锻炼 却呕出了鲜血 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总是觉得 有怪物有来害的 他找见了一个对讲机 里面传来相邻哨塔的呼叫 能和侯人说话的真好 小白沉浸在了对话的喜悦当中 可对方得知 这也不是上人的哨兵 就终止了交流 小白那是满头雾水 明明他跟上人哨兵 有过交流 但是又说交流明令尽止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维修工迟迟不到 长官只会叫小白 千万不要担心 他呀 彻底失去了小白的信任 小白的巡逻时 找到了一对母女 他们藏身在了洞穴里面 见了小白 不仅没有高兴 反而害怕地抱成了一团 哪怕小白向他们表明 自己是来救他们的 他们依旧 头也不回地逃跑了 小白顿时追了上来 但是 腿脚抽筋又倒在了地上 小白用手猛吹起了地面 为什么这些流浪者 见到他就跑呢 这让小白更加疑惑了 小白对了杰瑞 倾诉起了心事 他尝试跟其他哨兵交流 可是 对讲机再也没有发出了声音 这样的日子 简直就要把小白给逼疯了 他捕猎动物 啃食生肉 拿枪对了空管射击 爬到树上 对哨兰大喊大叫 返回途中 这小白再次看见了怪物 吸入毒气 晕了不去 倒计时来的29天 小白醒了过来 拿对讲机 自言自语的 猜测 怪物已经穿过了包围线 抓走了上人的哨兵 维修工冒大于赶到 小白从他口中得知呢 这上人的哨兵 是一个跟老鼠做伴的疯子 小白一听顿时啥眼 他现在 也是这样 为了缓解尴尬 小白配合维修工 检查且电路 这时啊 杰瑞爬上了桌子 维修工一巴掌 扇飞到地上 这可急坏了小白 他是心疼的捧起了杰瑞 掏出了手枪 威胁维修工 给杰瑞道歉 维修工顿时忍不住感叹的 又是一个 跟老鼠作伴的疯子 小白是不依不饶的 让维修工 恢复之前录像 维修工举步配合 小白拿枪比了维修工 维修工这才同意了 恢复数据 还给杰瑞道歉 恢复数据 需要两个私人密码 小白顿时陷入了思考 这时 维修工突然发起了攻击 一刀扎进了小白的腹部 可是 他哪里是小白对手 没几下 就被小白给致服了 维修工顿时告诉了小白 他曾经亲眼见过怪物 脖子上面的伤疤就是证明 怪物的身形巨大 发出了尖叫 让人耳朵喷雪 而这会儿的小白 选择不相信任何人 他是把维修工 关进了地下室里面 随后 小白从其他哨塔 得到另外一个密码 看到上人哨兵的生活录像 起初 他跟小白一样 每天正常地工作 可是 很快他的精神 逐渐变得癫狂 用头 疯狂撞击墙壁 小白告知对面的哨兵 怪物根本就不存在 为了给享有特权的人 提供资源 所以选择流放他们 让他们自生自灭 哨兵是顿时告诉了小白 这些都只是小白的猜想 他已经是第二次 执行任务了 待了哨塔 将近两百天了 任务完成 很快就能回家 小白已经听不清 任何人的话 他只相信 自己亲眼看到的 倒计时只剩下的七天 小白已经完全崩溃 听得电子音播报 怪物惊 他愤怒地拿起了空罐头 砸向了电子屏幕 谁知 这杰瑞就在空罐头里面 小白跪在了地上 根本不敢相信 他竟然害死了好朋友 杰瑞的死 对于小白而言 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他走出了哨塔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突然 怪物从远处走来 吓得小白疯狂造寸 而在关键时刻呢 小白拔起了卡在树上路角 对了怪物五次 怪物终于领和返 小白是经过魅定的 却看见了怪物的脖子上面 一个熟悉的纹身 这正是上院的哨兵 小白顿时找见的维修工人 是他们逼放了上院的哨兵 他逼问起了维修工 防御圈电源到底在哪 他要解放了所有人 了结这一切 倒计时六点 小白全服务装 离开了找他 他放走了维修工 烧掉了身份牌 挖出了防御圈电源 用小刀隔断电缆 防御圈顿时遭到了破坏 而这会儿的小白还不知道 他已经闯下了 弥天的大火 真正的怪物来了 他们攻进了哨党 哨兵们全部牺牲 耳边传来震耳欲动的尖叫声 小白的耳朵往外喷雪 外面的飞机盘旋在上空 不定发射爆弹 而这会儿的小白才明白 自己是真的错误 原来看了数的都是真的 小白开始了疯狂逃命 路上他碰到了维修工 维修工不计前嫌 叫他一起开车离开 可是在暗间呢 汽车顿时被怪物捏损 维修工也变成了怪物的美餐 面对慢身变形怪物 小白下的差点远离升天门 他飞快地返回地宝 可是怪物依旧没有放过他 大肆摧毁了地宝的引擎 看着眼前的旁人大物 小白再也没有后路退 他掏出了手枪 扣动扳机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由于人类防御圈被小白给毁坏 外星怪物攻破了地宝 最后的人类难以抵抗 最终导致 人类彻底灭绝了 看来啊 人类最终是输给了孤独 其实对于人类而言 孤独是最难允许的 因为孤独 内心的恐惧会被逐步地放大 人也会最终变得偏执 最终导致灭绝 世界的发生 本篇到此结束了 本篇叫白日孤独 本期问题 你也是一个孤独的人吗 是的 勾三一 不是勾三二 未知的恐惧 和长久的孤独 人类最害怕这两件事 可都让小白遇到了 小白的内心 也不够坚定 若从得因素影响下 最终走向了条不归路 所以在很多时候 要从人形出发 如果上级能拍两个哨兵 一块巡捕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本篇好看 遇上几款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学生家族 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